拜登的这个税务改革呢 他自从这个在竞选一时 就说我要去对这个税法做一些改革 那现在呢 他也成功的竞选了 成为我们的这个新的这个新任总统 那么他的这个税务改革 虽然呢 虽然目前现在还只是停留在一个计划阶段 一个蓝图阶段 但是从他所披露出来的这个信息 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来 他的这个改革到底是针对什么方向 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借这个讲座的机会呢 简单给大家说一说 那他的这个改革呢 按照他的说法 一个中心就是 要给这个富人加税 穷人减税 中产呢基本不变 大概呢就是这么一个 一个 一个原则 一个principle 他也说了这句话 就是 Nobody making under 400,000 bucks would have the tax increased period Bingo 这是他在一次采访的时候 CNN记者采访的时候说的 大概呢 他的税改 也确实是 向这个方向去努力 我们来看啊 他的这个改革的几个主要的方向 和那个点 第一个我们来看 啊 要增加年薪超过40万收入的 这个工资税 那这个改革 大家想要去理解 他的这个影响是什么 我们现在说说 现在的工资税 他的结构是 现有的工资税结构呢 是针对 工薪介绍的工人 你去 工作 你领工资 领薪水 你领薪水的这个 7.6%的部分 要扣掉 这个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工资税 其实里边还分两项 一个是这个 Social Security Tax 还有一个是Medicare Tax 分别是用来支付这个联邦所 支持的这两个项目 一个就是你的这个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大家知道在美国你工作 就像这个说法 你工作了十年 老的就可以拿退后金 这里指的就是 这个Social Security Benefit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的这个钱从哪里来 就来自于你的工资税 工作税里边啊 6.2% 就是Social Security Tax 还有1.45% 是Medicare 那个是给这个 老人和低收入人群 提供免费医保 的这么一个资金来源 所以我们每个工薪阶层的人 我们的每一 每一块钱的薪水 其中都有7.65% 被直接扣掉 拿去去交这工资税 同时呢 你的employer 你的雇主 也要去 匹配这个7.65 这一部分 所以总共的这个Pero Tax 其实可以说是 15.3% 因为他是这个员工 付7.65 然后雇主 还要付7.65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 一些这个雇主 他不愿意把一个 给他干活人 看作是他的一个员工 因为员工的话 就要去额外的交 各种各样的这个税费 像这个Pero Tax 就是其中一项 如果我把你看作 是一个Contractor 你给我干一个活人 你就走 那我开多少钱 你这个活着多少钱 我给你多少钱 我都不用操心 给你就完了 那当然比较简单一点 但是如果是员工 Applyer和Applye的关系的话 他就必须要为你付 Applyer那部分的 7.65的这个Pero Tax 所以总共算起来 这么说的话 是这个Pero Tax 是你15.3的这个工资 也就是说 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的工资是100块 那么交给税局的话 就有15块3毛 的Pero Tax 其中7.65是从你的工作 让扣掉 那么你就只能得到92.35 然后剩余的7块6毛 是你的雇主帮领费 然后 那这个Pero Tax呢 它有一个限制 一个什么限制呢 当你的总收入 当你的工资收入 超过了13万7千的时候 当你的工资收入 超过13万7千就一年 这是一年来 但我来讲 一年里边超过13万7千以后 就不再收你的这个 Source Security Tax那部分 当然Medicare还继续收 但是你知道 这个Source Security占6.2 6.2%是Source Security 所以 这个Source Security Tax 它占Pero Tax里边的一大一大部分 所以 当你的工资超过13万7千之后 你就可以不用再支付 这个Source Security Tax那部分 同样的这个雇主也不需要 所以当你的工资超过13万7千以后 这个Pero Tax对你的影响就会小很多了 因为你只需要去付一点宿就好了 几乎可以忽略不尽 那这是以前的算法 那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以前的这个算法 对于什么样的人类有益呢 都是工薪阶层的话 都是拿工资 你肯定是 对于那些工资比较高的人来讲 它的这个税交的影响会越少 因为我如果是13万7千以下的 这个收入的这个工资阶层 那我每一块 我每一个Dollar的工资 都会要去交这个Source Security Tax 反而是那些年薪超过13万的人 超过13万的部分 反而不需要去交这个Source Security Tax 也就是越富有的人 工资越高的人 他所交的这个税 当然从绝对值来讲 他可能交的还是比你多 但是比例上反而下掉了 那现在这个拜登的这个改革的这个计划 他的计划是 当你的工资收入超过40万的时候 那么他要重新收你的这个Source Security Tax 所以呢 这个改革 至少我个人认为 确实是起到了 他所宣称的这个口号 就是给富人加税的这么一个目的 因为他这个改革是说 13万7千到40万的部分 还是跟以前一样 不需要去交这个Source Security Tax 但是如果是你的这个年薪太高了 超过40万了都 那么他就重新向你去来收这个 6.2的这个Source Security Tax 所以中间他断了的打 从13万7千到40万的部分 他就不收了 这段跟以前一样 但是40万以上 要重新来收这个Source Security Tax 这个是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 以前是只要超过13万期间都不收 现在是13万期间到40万不收 超过40万又重新再收这个Source Security Tax 所以这点这点的改变呢 我个人认为还是很不错的这么一个改动 真正的就起到了 给40万以上收入的人加税 40万以下的人没有变化 这就是他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他的那个演讲口号 Nobody will raise the tax 如果总收入低于40万 你的税不会有改变 那这个改动 那这个40万以上工资 加Source Security Tax 就是可以确实起到他所说的这个效果 他确实税收增加了 但是对收入40万以下的人又没有影响 然后第二个改革 第二个改革呢 也是一个有深远影响的一个改革 这个改革呢 是增加了长期资本收益 和合格股息的最高税率 这个说起来有点绕口 简单来说是什么呢 在以前的税吧里面 他并不是对所有的income都一视同仁 他把income分成很多类 普通的工资收入 还有其他的auditor income 是按照一个阶梯式的税率来收税 最高的话是39.6% 但是他单独把这个长期资本收益 还有合格股票的这个收益 拿出来 用一个比较低的税率去收 最高只有20% 就是他对于这个收入 他并不是一视同仁的 他是区别对待 你要用这个政治正确的这个说法呢 这叫discriminate 这叫区别对待 歧视 那这个现状呢 是长久以来一直存在 也是被很多人诟病的这么一个现状 但是他既然存在 那肯定是有很多历史这个遗留问题 那这个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问题呢 是因为什么样的人最容易拥有长期资本利益和这个合格股息呢 所以那我们要先知道什么是长期资本收益 还有什么是合格股息 我简单说一下 你房地产的买卖 如果你的这个房地产 你hold 就是你持有超过一年 那么你卖掉 如果有赚钱 得到这个盈利 就是长期资本收益 如果你持有一个公司的股票 这个公司给你发股息 你持有这个股票的时间也超过一定的这个要求时间 你拿到这个钱 就是一个就叫做合格股息 那我们说什么样的人最可能有这种收入 富有的人 大部分穷人都是每天 吃了上顿没下顿 就是live on paycheck to paycheck 你的工资 就是你所有的收入 你的工资花完 你就没钱了 反而是有钱人 可以去通过购买投资啊 买这个房地产的股票啊 来获得这种长期资本利益 还有这个合格股息利益 而且最气人的就是 他的这个税率 甚至比你的这个工资的 普通income的税率还低 普通工资收入 我们说有39.6的 这个这个最高税率 这个资本收益和这个合格股息 这个税率呢 却只有20% 这还不算完 刚才我们讲的 你的工资收入 除了income tax 除了所得税 还要去交7.65的这个payroll tax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刚才第一个 讲这个税法简介的时候 为什么说80%的税 都是由个人承担呢 原因就在这里 这个税率 个人所支付的税率实在太高了 你说从绝对值也许 你一个穷人交的也许没有富人多 但是他所占的 你收入的比例是非常可观的 你的收入不但要交income tax 还要交payroll tax 而且这个税率 还比这个资本利益 长期资本利益和这个合格股息的税率还要高 所以这又造成了这个税法 这个系统呢 整体来讲 其实是对富人更加有利的这么一个系统 所以他的这个改革 为什么说很重要 影响非常深远 他的这个计划是说 对于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纳税 他的长期资本收益和合格股息的这个税率 就不再是20% 而是变为和income tax税率 最高税率一样的36.6% 那这个改革我认为真的是影响很深远 当你收入真的是足够高的时候超过100万 那么你的这些长期资本收益和合格股息的收益 就不再享受这么一个优惠税率 这个对于有钱人 富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而且呢 对于低收入呢 低收入人群来讲 又没有任何的影响 因为是只针对超过100万美元收入的那只 如果说你你的收入不超过1万美元 我自己去投资一些小的房产 买卖一些股票 这个变还是26% 你就说中产 中产的话 你可能除了工资 真的是劫富济平可以说是 但是 那就我们知道现在他只是一个初级阶段 只是一个plan 所以最后的这个落实会怎么样 现在都不好说 但是如果真的说实在 这个真能通过的话 那真的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拜登 干了一件非常好的事 李明那是真的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 然后第三项改革 其实这个改革也是针对富人来讲 这个改革呢 首先呢 是将影响税率最高税率提高的45% 以前是40% 免税额度的降到350万 之前的是1100万 最后还有一个影响事愿的改动 就是取消税机提升 set up in business 前面两个比较好理解 税率提高 然后免税额降低 这个呢 就是让更多的富人 他的遗产 会需要去交税 以前的免税额 在川普税改动下边变成1000万 就是说你的遗产 只要超过1000万 你一分钱遗产税不用交 现在呢 是降低到35% 降低到350万 也就是说 只要你的遗产超过了350万 那么你就要交遗产税 而且呢 税率从以前的40% 提高到了45% 这些都是针对有钱人的一些改动 然后这个 set up in business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改动呢 是长久一来 存在于税法里边的这么一个漏洞 可以说 这个漏洞是什么意思呢 以前的税法规定 当你一个人从你的亲属 或者朋友那个地方 比如说你长辈 继承获得一个财产的时候 你的税机 是直接 按照 继承那个日 那天 或者说是 或者说是那个 逝者趋势那天 的市价 来算你的税息 然后 当你去卖掉这个 你继承的资产的时候 用你的这个 继承那天的那个市价 当做税机来计算 看看你是有 盈利 还是有这个 有这个损失 举个例子 比如说 你从一个 一个远房亲戚那里 获得一个房产 这个房产也许是 他很久之前买 可能比如说 三十年前买 可能当时就有二十万 一二十万的房产 现在可能涨到七八十万 甚至更高一百多万 那么 你按照以前的这个税法 你继承获得这个财产 你的税机就按照 你继承那天的 他的那个市价来算 就按照一百多万来算 按照一百多万来算 那么你再去卖 说不定你还有亏 因为市场在互动吧 这个就叫做 state up in business 因为如果是这个 之前的这个owner 之前的这个 比如说就是你的这个亲戚 他还没去世之前 如果是他自己去卖的话 他的税机是 他当年买的时候 花了多少钱 这是他的税机 然后卖掉市价 这个中间的店就很可观 比如说举个例子 当年他买的是二十万 现在可以卖一百二十万 那么他就要去交 他就有一百万的 textual income 应付的这个税收 他要为这个一百万的收入去交税 但是 如果你是继承获得这个财产 你的税机就直接变成一百二十万 然后你再去卖 比如说你卖个一百一十万 你反而还有个十万的 这么一个loss 一个损失 这个loss还可以去减你别的税 那这是后话 这个就叫做state up in business 是长久以来存在于 一产税里边的这么一个漏洞 你要说没人知道不可能 那这个就是专门留下来的 让你去使用的 因为这个继承获得这个state up basis 可以保障 这个财富 聚集在这个一个固定的 这么一个阶层 这个固定在这么一个 他这个family group里面 不至于让他交太多税 但是这次拜登说他要改 他要把这个税机提升取消 那什么意思 那就是说我还是刚刚那个例子 二十万我当年买 现在你继承了 你的税机还是二十万 如果你卖掉的话 那么你就要交一百万的 不是说一百万的税 你就有一百万的tax income 你就要为这一百万来交税 等于是把这个漏洞给补上 所以呢我们综合来看 这三个改革 可以说是刀刀致命 不是说致命吗 都是插到了这个 根子上我觉得是 之前的川普税改 虽然他也口口声声说 是给这个穷人减税 但是他那些改动 说实在我没有觉得 有一项有什么实际的作用 反而是这个拜登的 这个几个税率的改动 当然未必能落实 但是如果真的能落实的话 那真的是会对美国的这个税 税的这个结构版图 产生深远影响 那之前我们讲那个什么 perotouch income tax 占了80% 如果这些通过 如果这些通过的话 当然那个结构并不会有影响太多 因为毕竟这些这几个改革 他影响的其实还是income tax 但至少是说 在income tax的构成里面 也许这个富人占的比例就会多一点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希望 就是以后呢 这个税富人多交一点 穷人少交一点 当然你们要看 看看这个税感最后是否能够落实 这是他几个比较重要的 我们说fundamental的一个改动 其他的一些小的改动 比如说增加这个child credit 增加医疗保费的抵免 增加住户税收抵免 这些呢都是一些小修小补 但是呢你也可以看到 他主要针对的也都是 有孩子的家庭 或者是你需要租房子的这种 低收入家庭 你的收入如果不够高 你购买你的这个医疗保险的费用 还可以申请credit 总体来说呢 你可以看出来 他的这个税收改动 是真的是对于这个穷人来讲 是非常友善的这么一个改动 不光从那个富人那边 都让我们多收税 而且呢给这个穷人 还给了更多的福利 就比如这个child tax credit 这就是一个 要我用某个话讲 就是非常简单粗暴的一个credit 你一个小孩子 6到11岁的小孩子 以前一个小孩可以领2000 现在直接加到3000 而且呢6岁以下了变成3600 还可以全额退款 是一个refundable credit 这直接就是告诉你 你孩子越多我就给你发钱 增加这个医疗保费的这个抵免 那这个 我们说我们说 现在已经有这个奥巴马care 这个就是政府机构提供的一些补助 如果你工资比较低 收入比较低 我可以给你一些这个 subsidary一些补助 就是让你购买 这个医保的这个价钱呢 你的这个成本 不会超过你总收入的一定比例 现在又给你增加了一个credit 超过8.5的部分 你还可以去申请credit 然后这个租客 说减免也是 以前这个租金水电份 这个东西是完全不可以减 现在他又说 你的这个收入如果超过你 你的这些费用 如果超过了你的总收入的30% 你也可以申请credit 这些都是新家的项目 当然还是那句话 那这些改动呢 都是好的 从我来看 都是对于这个低收入人群 都是非常友善 非常好的一些这个改动 但是具体最后能够怎样落实 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这个我们的拭目已在 看看今年 如果他真的要干的话 也就是今年年底左右 应该这个税的这个 最后的具体的话 应该就能出来 到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看他的这些宣布的改动 有没有实现 那基本上呢 这就是 我的这 我们今天这个讲座第二 关于这个拜登 的这个税改的 这一部分的内容